这一切暗藏木马城市的假APP让新加坡将近1900人受骗 刑事局方面表示 今年2月接获新加坡警方通报 有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广告诱骗新加坡民众手机下载不明APP 再利用木马城市窥探民众手机里银行账户密码等资讯 进而以网络银行将民众账户内的款项转走 初步估计损失金额超过新台币7亿8千万元 新加坡警方调查发现 其中有来自台湾与马来西亚的IP涉案 经过数个月的侦办之后 本局国际经科发现相关的台险 主要有4名台险 他结合了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的这些嫌犯 然后去在脸书上去公告一些不实的广告 诱导民众去下载这些APP 那根据新加坡警方的初步的估计 被害的民众大概有超过1800多人 接近2000人 那被害的金额换算成台币 大概有7亿8千多万 刑事局方面进一步说明 这个跨国犯罪集团诱骗民众 直入木马城市盗里银行账户存款的收法 犯前他在脸书上刊登广告 他吸引被害人去跟这个假的客服联系 这个广告有可能是卖便宜的宠物美容用品 或者是提供一些服务像是共享汽车等等 那一旦跟客服接触之后 客服会请被害人下载他们自己的APP 然后提供被害人的网络银行的账号密码 那接下来就轮到那个范贤 范贤首先他有可能在任何国家 本次在台湾跟马来西亚都各有机房 他们走绿色的线就是有一个跳板 然后再连到被害人的手机 因为被害人的手机里面有木马 那他们就使用木马层次操控被害人的手机 操控的时候 因为被害人的手机怎么变黑色 然后也断讯 就是什么简讯通话通通会被断掉 所以被害人都完全不知道钱被转走 那这个在台湾的机房 会把钱全部转到 层层转到马来西亚的银行 然后再换成泰打币 刑事局方面调查发现 蔡信嫌犯等事人设有重嫌 因此持搜索票到8出地铁执行搜索 并将4名嫌犯具体盗案 马来西亚方面也破获一处机房 逮捕2名嫌犯 其中涉嫌与马来西亚诈骗集团合作 在海外指挥蔡信嫌犯等人的理性主嫌 仍然在逃 警方正全力追忌中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导 好 你好 谢谢大家